那么因为我们是现任政府一方 所以我们从1月19号就展开各项的交接的筹备的工作 行政院也拟定了520交接的实施要项 而且都已经展开筹备多时 总统府国安会义乎如此 所以我们今天做严格性的口头报告之后 对方也都提出一些修正的意见 包括时程也提出弹性的要求 所以才需要做一些修正完之后 确认之后我们再做进行窗口的后续的沟通的工作